诗篇第八十一篇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 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极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 在米粒巴水那里试验你 希拉 我的名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 又拿从盘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 诗篇 第八十二篇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说 你们审判不禀公义 训恶人的情面 要到几时呢 希拉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 和孤儿申冤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人不知道 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 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然而你们要死 与世人一样 要扑倒 要扑倒 像王子中的一位 神啊 求你起来 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也 诗篇 第八十三篇 神啊 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不作声 因为你的仇敌 宣扬 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 要害你的百姓 彼此商议 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他们说 来吧 我们将他们解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民 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 要抵挡你 就是住帐篷的 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 摩押和夏甲人 加巴勒 亚门和亚玛利 菲利士 并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与他们联合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希拉 求你带他们如带米殿 如在基顺河 带西希拉和耶兵一样 他们在尹多尔灭亡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叫他们的首领 向阿利和西耶白 叫他们的王子 都向西巴和撒木拿 他们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 求你叫他们 向旋风的尘土 向风前的碎街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林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 追赶他们 用暴雨恐吓他们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好叫他们寻求你 耶和华的名 愿他们永远羞愧金黄 愿他们惭愧灭亡 使他们知道 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诗篇第八十四篇 万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着爆出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 便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希腊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 盖满了全谷 他们行走 立上加利 各人到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希腊 神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 在你的愿意住一日 甚至在别处住千日 令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 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诗篇第八十五篇 耶和华 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 救回贝鲁的雅各 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希腊 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 和你猛烈的怒气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叫你的老恨向我们止息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你要将你的怒气 沿流到万代吗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 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允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 他的圣民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 他的救恩 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敬 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 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 真言第十七章 设言满屋 大家相争 不如有块干饼 大家相安 仆人办事聪明 必管辖一修之子 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 顶为炼银 炉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行恶的流心听奸诈之言 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 细笑穷人的是 辱墨造他的主 幸灾乐祸的 必不免受罚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鱼与完人说美言 本不相宜 何况君王说谎话呢 贿赂在愧颂的人眼中 看为宝玉 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一句责备话 深入聪明人的心 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恶人只寻背叛 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 奉差攻击他 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 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以恶报善的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 所以在争闹之先 必当止息争静 定恶人为义的 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愚昧人既无聪明 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在临舍面前 鸡掌作宝 乃是无知的人 喜爱争静的 是喜爱过犯 高丽家门的 乃自取败坏 心存邪癖的 寻不着好处 舌弄是非的 陷在祸患中 生愚昧子的 必自愁苦 愚玩人的父 毫无喜乐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食骨枯干 恶人暗中受贿赂 为要颠倒判断 明哲人 眼前有智慧 愚昧人 眼望地极 愚昧子 使父亲愁烦 使母亲忧苦 刑罚义人 为不善 责打君子 为不义 寡少言语的 有知识 性情温良的 有聪明 愚昧人 若静默不言 也可算为智慧 闭口不说 也可算为聪明 从中国 由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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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